原标题 环音侯列传汉王刘邦夺得天下后 加封韩信为楚王 韩信早年间曾在项羽帐下 与钟离妹熟使 项羽败王后便前来投奔韩信 钟离妹是项羽的大将 多次给刘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损失 刘邦因此也对他恨之入骨 便下令让韩信把他抓了 公元前201年 韩信被人举报有毛反之嫌 刘邦便以游览云梦泽为由命 韩信接驾 并将他升勤 于是 韩信便喊出了那句 天下一定 我故当喷 刘邦之所以要对韩信下手 收留钟离妹和有毛反之嫌 都不是最重要的 韩信身为楚王手握重兵 对中央朝廷的威胁不言而喻 为了巩固中央 加强皇权 韩信不得不除 曾经的韩信情味 取代破障 邪眼 东基齐 南灭处 明门海内 威震天下 在抓住韩信后 刘邦碍于各种因素 也不敢直接杀掉他 而是废他为白殷侯 消除了韩信在军事上对中央朝廷的威胁 对于这种杀功臣的行为 韩信自然也不愿意坐以待毙 当年他可以坐闭上观看楚汉之间 两败俱伤再取天下 但他感念刘邦的恩情 始终不忍自立门户 现如今 自己成了一个小小的淮金侯 成了刘邦砧板上的鱼肉 他还是生了一息 当陈夕被任命为巨鹿郡守后 向韩信辞行时 韩信便悄悄对他说 展开全文宫之所居 天下精兵处也 而宫 陛下之信姓陈也 人言宫之判 陛下必不信 再至 陛下乃一 三至 必怒 而自将 无畏宫从中起 天下可徒也 此时的韩信 已经有了谋反的心思 只待陈夕先起事 公元前前一百九十七年 陈夕果然起兵造反 刘邦只能御驾亲征 韩信则谎称 称并没有跟他一起出征 再跟陈 西岸通消息后 韩信交赵释放囚徒 准备带着他们入宫 控制吕后和太子 但韩信的一盘好奇 被一个小角色弄得满盘结束 他家的一个仆人 因为得罪了韩信 而被他下狱 他找到机会逃了出去 并向吕后告发 吕后则急忙叫来 萧和商讨对策 吕后本来打算将韩信 骗来杀掉 但回头一想 韩信肯定不会遵命 于是 萧和便谎称 刘邦已经平定了陈夕 凯旋而回 令群臣入朝祝贺 韩信半信半疑 萧和便忽悠他说 虽急 强入客 一听萧和都开口了 韩信便信了他的话 毕竟 当年韩信没被重用 离开刘邦时 是萧和连夜把他追回来的 月下追韩信也成为了梅坛 但韩信没有想到 这一次自己彻底栽在了萧和的手里 韩信一进宫 吕后便命令五十 将韩信捆住 斩之常乐中事 韩信死后 萧和看着他的尸首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萧和既杀韩信 终不负天下苍生 韩信一代名将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这也是萧和的一个污点 萧和成就了韩信 韩信成就了刘邦的汉家天下 萧和也毁了韩信 保住了刘邦的江山 韩信威胁到了朝廷 因此萧和也只能杀了他 否则 天下苍生又要受苦受难 君臣之间可以有难同当 却不能有福同享 自古引来便是定律 这也是封建时代的悲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